疫情趋缓 美国民调 近日美国盖洛普民调Gallup后公布了民众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观感调查 结果发现虽然如今疫情趋缓 可部分美人仍认为情况在恶化 并且十分担心自己与家人会被感染甚至二度确诊 三度确诊 显示民众对于疫情的恐惧情绪尚未全然消解 生活也没有全然恢复正常 自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 美国就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起陷入了严峻的经济危机里 虽然随着疫情趋缓后 大多数该国民众的生活也在渐渐恢复入场 可仍有部分美人仍旧因为不断变种的病毒以及感染风险而感到忧虑 显示美人在疫情全然清零前恐惧情绪都不会消灭 相关讨论也会一直持续下去 调查显示当前在美国众有30%的民众表示自己感觉疫情与病毒仍在变种 恶化 并有27%的美人同称他们十分担心自己与家人会因此被感染甚至二度 三度确诊 加上另外仅41%的该国民众感觉疫情正转好 显示美国部分民众仍对新冠病毒感到恐惧 民意出现分歧状态 此外 当被问及是否相信疫情已全然结束时 也有多达53%的美国民众认为疫情早已结束 加上另有42%的民众表示 自己到现在都并未受到新一波疫情的影响 生活早已恢复如常 显示虽然有部分美国民众对新冠病毒感到恐惧 可大多数人的生活早已恢复正常 因此恐惧情绪并未扩大蔓延 本次美国民众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观感调查 是美国盖洛普民调Gallup后于9月21日公布 8月29日至9月5日执行的民意调查 针对美国18岁以上的成年民众进行线上调查 共完成5287份有效样本 在95%的信赖水准下 抽样误差为正负2.0个百分点 健康生活编辑部 谢谢收看 健康生活关心您的生活健康 请订阅点赞及转传